我們就說六七十歲 你至少要有能力 蹲到這個位置 再站回來 至少要有這個能力 如果你真的 真的年紀很大 輕輕的屁股 點到就上來 不要把 不要做容易的事情 怎麼難怎麼做 大家好 今天我們很榮幸 也很高興邀到一位 鼎鼎大名的健身教練 叫凱教練 邱醫師好 邱醫師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凱教練 我的主業是健身教練 我也在YouTube上面 分享一些自己的 健身方面的心得 我還培訓教練 除此之外 我還有斜槓歌手 對 張學友在世 等一下 張學友還沒離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你怎麼走入教練的這個行業 首先 我從小就是過動人 所以我從小學打躲避球 高中的時候 我還打了三年籃球隊 那時候有稍微接觸健身 我在1992想回台灣唱歌 你本來住國外的 我本來住洛杉磯嘛 那台灣不是那時候流行LA boys 王力宏 ABC很多嘛 我就回來唱了 結果他們都紅了 我就沒有紅 我寶寶就唱什麼 木吉他啦 唱夜店啦 然後在TGI Fridays 調酒 從2012歲到25、26歲 都是調酒調到凌晨4、5點 所以我做一顛倒喝酒抽菸 然後有一天早上 我一打籃球 發現身體不對了 我發現不行 我還是喜歡運動 然後那個時候台灣開了一個健身房 當年健身房一個月2688 現在健身房1488都嫌他貴 我交了兩三個月月費 他們有在應徵教練 當教練就可以有員工福利 所以我就為了省那個會員費 不小心就踏入健身界了 但是這個一練就練出興趣來了 我本來是頭頸外科 然後為什麼做減重 是因為我太太生完小孩變胖了 瘦不下來 那我太太本來是要去找 林綺東當時有一個很有名的醫生 他是婦產科 他看減重看得相當有效 因為他用很多藥 那個叫雞尾酒療法 你知道嗎 雞尾酒的意思就是用不同的藥物 Cocktail 什麼都加在一起 主要的內容有什麼 糖尿病的藥 憂鬱症的藥 甲狀腺素 腎上腺素 哎呦我的天啊 你就會一個人好像啼笑這樣子 這不是營養品 這不是營養品 這是藥物 但是因為這個醫生減重到後來 有很多副作用化身 當時有新聞報導說 大學生吃了他要昏倒 我不驚訝 還有model要瘦啊 去找他減重啊 但後來的model就死掉了 那減重出人命的事情 全世界都有 像在歐洲跟南美洲 你在巴西他們那些model很瘦 他們為了瘦 不擇手段 極低熱量的飲食 到後來呢 活活餓死 為什麼 因為新陳代謝低到連心臟都無法收縮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要借重 凱教練的專才 像我的受重群 多半都是年紀長一點 我是50年次的 哇你真看不出來耶 你跟張學友同年 那被人 那我要去你的醫美 很厲害耶 掌聲鼓勵一下 我們善兒年紀的人 他運動的內容 跟你像你這種三四十歲的這樣運動的人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謝謝 有什麼不同啊 我覺得運動 我們大家不希望運動對健康有危害 所以你要先設定合理的目標 你到底為什麼運動 有人想說 我想要去打籃球打得好一點 這是個目標 有人說我想瘦一點 我想要二頭肌上來一點 所以目標先定 你找到對你的目標最快最直接的方式去學找到方法 然後在那個方式當中 你找到一個不會把自己往死裡逼的情況 你如果二十歲往死裡逼是一回事 三十歲四十五十往死裡逼的程度又再低一點 像我們善兒年紀的 其實沒有要練到像這麼壯 他們只是希望說給他們一些建議 讓他們能夠增加一點肌肉量 預防肌少症嘛 那你比較建議他們來做什麼樣的運動 一定是重力訓練 我們講說重量訓練也好 抗阻力訓練也好 肌肉訓練也好 它其實只是同一個東西嘛 那我們希望人變得健康一定是肌肉量不要掉 聽說過什麼肌肉萎縮到最後 其實是人類死亡第一大的原因 對 沒錯 當你沒有肌肉 你的抵抗力就下去 你沒有任何保護的能力 如果你今天是六十歲的人或是七十歲的人 你的肌肉只要比原來有進步一些些 那就是往健康 對 就是往重力進去 我們可以證明一件事 就是重量訓練可以讓生活品質變好 如果你七十歲還可以去海邊 抱個衝浪板 然後站在邊邊 欸 小姑娘 你挺可愛的 欸 是不是 可以享受人生到七八十歲的 而且你是可以很開心的 那我們就透過挑戰肌肉 這個挑戰你覺得挑戰就好 不要是你教練覺得挑戰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漸進式的 讓身體向上適應嘛 那你要透過這個機制 讓你變得比上個禮拜壯一點 下個禮拜再比前一個禮拜壯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我給你舉個例子 上個月一個女學生不到四十 一百六十五公分 只剩下四十七 四十六公斤 有一點肌少的感覺 她蹲下去 蹲到底 站起來要這樣子 要壓 她需要靠手的力量 她的腿沒有辦法站起來了 她才三十九 四十歲 所以我們才花一個月的時間 她從一下蹲下去站不起來 四個禮拜以後 她可以深蹲穩穩的下去兩三秒 然後站起來 一組十二下 三組 年紀稍微長一點的 如果你真的 真的年紀很大 你就坐到這邊 對 站起來就好了 然後如果你能力允許 你不要坐下去 輕輕的屁股 點到 就上來 不要把重量整個卸掉 你這樣卸掉 腿就放鬆了 放鬆之後 你往前有一個慣性 它會容易 不要做容易的事情 怎麼難怎麼做 慢慢的下去 點到就站起來 我們不要說八九十歲 我們就說六七十歲 你至少要有能力 這個是一個生活能力 蹲到這個位置 完全感覺大腿跟臀部的肌肉延展 再站回來 至少要有這個能力 我希望大家在練重量訓練的時候 有點耐心 有些人就蹲個兩三下 我累了 我不想做了 然後就開始轉電視 對不對 不行 就做一整 你就想說 我今天就是要做十下 做到七八下 腿有點微微燃燒 屁股燃燒了 心中不想做的時候 再兩下 然後這個樣子 對於肌肉的挑戰 相對比較足夠 誘發蛋白質合成 所以強度不夠 肌肉是不長的 請教一下 像我岳母 她已經八十幾歲了 是 她膝關節換過人工關節 那她應該用什麼方式 來練她的腿肌 我覺得就簡單踢就好了 在我的觀念裡面 練肌肉是 找到目標肌肉 功能是什麼 就這個功能 盡量做最長最短的收縮 到她有燃燒感 好 那如果今天我要練 老太太的腿前方 她的功能是 彎曲是腿後 伸張式骨四嘛 那你就讓她 可以的話在空中 抬起來 伸到底 感覺那個腿有沒有 用力收縮一下 慢慢的回去 收縮一下 就可以了 然後她如果臀 也要再多一點的話 她扶著 手可以放在屁股上 你就摸著 然後慢慢的向外打開 我們知道 寬外展是 臀大肌的功能 扶著 微微打開 讓屁股有一點收縮感 讓她回來 我們一邊做個 八下九下 總容量要做到多少 因人而異 廣大的研究報告 告訴我們 如果你目標肌肉絕對力竭 大的肌肉一個星期 能夠落在十到二十組之間 會是一個不錯的容量 如果你是一個 七十歲以上的引髮族呢 可能你到有燃燒感 最多重複兩次 就可以了 我不要你到第二天 好像身體被卡車撞過一樣 我們希望 挑戰身體一點點 它能夠恢復回來變得更好 但是如果你恢復不回來 那我就寧願你不要練 因為練身體是一個 微微的自我迫害 對 量力而為 循序漸進 最重要要恆心 那凱教練 有沒有建議我們長輩 有時候需要增加一點手的力量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增加 他的握力或者他的臂力 醫生問得很好 因為其實人一弱握力 握力強 其實代表你是肌肉是夠的 如果你可以的話 去買一個那個A字型的 有一種夾子 對對對 練手臂的那個 或者是如果你家裡可以有啞鈴 我喜歡練小手臂 功能是晚驅嘛 我們上來到晚驅 然後保持那個張力 讓它下去到延展到這個位置 還有張力再驅上來 一直到這邊會有燃燒感 大概建議做幾次 到有燃燒感 如果今天像我的手 但我家裡只有一根兩公斤的啞鈴 那我可能要做到二三十次 但如果我跟十公斤的壓力 我可能六到八下我就有燃燒感 剛剛我們有提到說 腿肌的訓練 跟手臂肌肉的訓練嘛 有氧部分也是我們大哥大姐們 他們應該要做的 增肌減脂嘛 有氧運動比較建議大家做什麼運動 太多的個人的喜好 我為什麼做那麼多有氧 我貪吃 非常不忌口 我唯一忌的是腫量 所以我做有氧 是為了我愛吃什麼吃什麼 然後還能維持住這個脂肪 那如果你的有氧是單純 你不知道為什麼要做 你就做有氧 那你就找一個你喜歡的 像有人喜歡打籃球 有運動就比不運動好 對 沒錯 但是還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的目標是減肥 認真是減肥 不要想說靠有氧 你就可以不控制飲食 我的不控制飲食 是我種類不控制 但我總量還是有稍微拿捏 其實科學檢重課跟你的想法很接近 我喜歡有醫學實證 有科學根據的血重法 有很多醫學文獻 它發表出來告訴我們說 只要生活上做一些改變 你不用那麼辛苦 這個也不吃 那個也不碰 好像其實很痛苦 你也不用健身 一定要練到像凱教練這麼壯 但是你也可以增加一點肌肉量 也可以減少你體脂肪 讓你體重下降更為健康 總共有落了46個單元 46個單元 解個肥有那麼多東西可以講 就是很多小妙招 那你只要找到 適合你自己用的幾個小妙招 幫助你減重個半公斤一公斤 你10個妙招就減掉10公斤了 其實在我們的減肥mention當中 我會問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吃什麼藥 有在吃內部醇的 他就會發胖 對對對 再來問一個 你有沒有生什麼疾病 有沒有內分泌的問題 女性還有那什麼多囊性卵巢的問題 這個也會導致發胖 兩個都沒有對不對 那就是管不醉醉嘛 那這樣的人呢 才是我們這個課程要服務的對象 所以剛剛講的有病一定治病 有病看醫生 拜託 醫生告訴你你健康 你身體想要進步 再來找教練 完全分工合作 只是為了讓體脂降低 肌肉增加 那除了凱教練教大家的這個內容以外 重點就是要看那個科學健康課 就是要教大家說 如何用簡單有效 輕鬆能夠達到的方式 幫助你一點一點的累積下來 你就會有巨大的效果 跟大家提醒一下 雖然我常常在我的影片上面 我會分享很簡單的理論 但那一些都是簡單的理論 你要真的減肥到一個程度 你卡住瓶頸 你要遇到細菌 還是需要課程 是 而且凱教練有一個很好的觀念 不要認為說 什麼事是輕而易舉可以做到的 一定要有心 然後有心有方向 方向正確的腳步不要停 你才能夠到達成功的那個彼岸 沒有錯 所以今天非常開心 邀請到凱教練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凱教練 相談愉快 凱教練是一個很老實的人 非常了解我 對 對 做了我很多優點 好啦 下一次就拍一集 我去邱一師那邊 然後做醫美 經費就你那邊 好不好 謝謝邱一師 他怎麼會出 沒有問題 OK 再次謝謝你 邀請我來你的節目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下回再見囉 掰掰